畫面中師傅在進行窗框灑水 這個過程至少需要等待15分鐘以上 才能發現是否有貓膩喔 在水的檢測中 師傅也會搭配熱像儀跟水分儀 來看看有沒有滲漏水的問題 有時候肉眼無法看見的就交給肉體 不是啦 交給精密的儀器來處理喔 歡迎來到太陽下冷工商時間小幫手 有制服一件500加一件原位的還是500 上連結 上連結 台中唯一指定專業燕屋8000起 上車囉 上車 2房8000 8000 3房1萬 5萬 2房加2房 4房1萬2起 1萬2起 透天 優惠價2萬 50坪以上加400 上車囉 上車囉 台中唯一指定專業燕屋 上車專線 打電話囉 這裡是太陽下的男人 我是Web 回到台中拍攝呢 不免除了要繼續壓在我的台中好朋友 中部的地產達人 嗨 大家好 我是Hank Hank Hank 在這個寸土寸金的寶島啊 大家花了畢勝心血 走賺買一間房子了 可是不是 買下去的當下就知道他的格局了嗎 還會有什麼樣的問題嗎 這時候啊就是 外行的看熱鬧 內行的看門道啦 外行如 我先不要被他粉絲追殺好了 沒有啦 其實啊 買房子 買完之後呢 你除了格局啦 建案的資訊啦 會有一些基本的了解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燕屋啦 燕屋公司的好壞 或者是說燕屋公司 只不只細呢 細節有沒有幫你抓出來呢 其實都會影響到我們日後 在這間房子住了5年10年的 生活品質 那現在坊間呢 其實有非常多的燕屋公司 其實啊 他們的檢驗項目都是大同小異的 但是呢 他們的細心程度 可是大有不同喔 好啦 羊毛粗在羊身上 為了避免大家吃虧呢 今天阿瑞就帶大家 值集我們的燕屋公斑啦 Hank 像我本身是板膜師傅 所以我進來這個新房子的時候 我在看的都是看他的直線 跟他的直角 有沒有夠直 像你買過房子 對你來說你會注意什麼 我的話呢 我基本上就出一價格 我能不能把 就這樣 燕屋呢 它真的是一個很專業很專業的 一廂技術啦 是 我感覺就是 半湯很多 我自己可能本身也是一個半湯 所以呢 我要請一個很專業很專業 全統的人過來幫我們解說一下 嗨 大家好 我是相義燕屋 欸師傅啊 我想問一下 我常聽人家說 燕屋有分做好幾種類別 啊 你能不能來跟大家解說一下 到底燕屋分做哪些類別呢 燕屋就是分四大類別 第一個就是水 再來就是電 再來就是結構 及設備 這是大類別 說了那麼多 我還是聽不懂燕屋在做什麼 不如我們就直接看師傅怎麼做吧 燕屋公班的師傅在開始檢測前 會先跟屋主先確認買賣的契約書 這份資料會詳細記載所使用的建材、設備品牌等等 讓師傅可以確保待會燕屋過程和契約內容一致 首先 師傅會先從水下手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最擔心的漏水、滲水 都是需要點時間放水才能察覺的 畫面中師傅在檢查冷氣管內 是否有水泥沙漿或其他異物堆積造成排水異常 大家有沒有看到畫面中的冷氣排水管啊? Hank說通常是使用蓋板做修飾啦 接著儲水部分舉翻洗手台、浴缸、馬桶、陽台 只要有排水孔都要注意 洗手台先將水塞住後 會觀察三個地方 1.除水會不會洩漏 2.液水全孔排水是否正常 3.洗手台下方水管有沒有漏水 各位觀眾 嗯...對漏水啦 抓到 抓到 衛浴或陽台洩水排水的部分 師傅會使用內飾鏡查看排水孔是否有泥沙淤積 還有預留管夠不夠長 因為太短也會造成未來容易堵塞哦 這裡師傅有特別提到 乾濕分離的排水孔 除了要特別留意洩水坡度避免積水 還不需要以灑水方式測試門片 之前就有屋主在測試乾濕分離的同時 賀蘭的發現會滲水到隔壁房間 真的是事件大條啦 畫面中師傅在進行窗框灑水 這個過程至少需要等待15分鐘以上 才能發現是否有貓膩哦 在水的檢測中 師傅也會搭配熱像儀跟水分儀 來看看有沒有滲漏水的問題 有時候肉眼無法看見的就交給肉體 不是啦 交給精密的儀器來處理哦 來這裡又抓到了低級缺失啦 屋主心在低血的程度 就跟這窗框滲水一樣溜不停啊 瑞有發現這個燕屋公斑的貼心之處啊 師傅會將衛浴的檢測流到比較後面 避免過多的踩踏 把屋子裡面踩的到處都是腳印 電分座兩個部分 一 一般電 師傅會進行香味檢測 來確認插座是否有接地線 接線是否正確 有無漏電風險 以確保未來用電上的安全 也會檢查配電箱與對應的電器設備 是否能夠正常使用 貼心的是會幫屋主在電箱 標示每個線路名稱 這很適合我老婆這種水電師傅一來 就疑問三不知的家庭主婦哦 聽Hank說他一個朋友 買了一間二十幾年的中古屋 也是香芋燕屋處理的 就抓出火線跟中線接返的問題 嚴重一點還是有可能會發生 電器無法正常使用的情形 或是容易觸電哦 2 弱電 網路、電話、數位電視 都是在檢測的項目裡 由於用戶還沒申請室內電話 所以會使用封鳴器 來確保電話線能正常的運作 瑞說過 一進屋我會看的就是結構的部分 但我的知識領域也僅限於墻、梁、柱 像是磁磚啊、門窗啊 其實也是結構的一部分哦 結構通常都會搭配雷射水瓶來檢測 而地磚、壁磚則是使用敲擊的方式 來確認是否有空心隆起的狀況 如果真的遇到啦 招除更換最麻煩成本也最高 還要留意修散時造成周邊磁磚受影響 如果發生在衛浴還會破壞到防水 所以最好的補救方式 也是目前最常使用的方式就是灌注 以打針的方式灌注環氧素質 施工上方便成本第一 只要在修散後留意磁磚磚孔後 針孔的填補復原是否確實就好 在牆面的部分 師傅也會仔細的瀏覽過有無瑕疵、均裂等問題 驗呼過程中師傅說 結構好檢測啊、難修改啊 瑞覺得很中肯 因為大缺失只能跟建商求賞 或是利用裝潢來補強 還記得Hank說過 再好的建案也可能有漏水的問題啊 所以剛遇到的剩漏水 其實都只能算一般的缺失而已 怕就怕結構出狀況 只能說要買到天衣無縫的房子 真的是不容易啊 這裡呼籲大家 避免交屋後建商拿了錢 社後不離 交屋前的業務超重要 設備的檢測除了剛說的熱像椅 水分椅、雷射水平椅、內視鏡以外 還會依建商合約的建材表 測試甲醛含量、噪音、電磁波、玻璃厚度 師傅有說 連硬體的廠牌啊、尺寸啊 都必須確實的比對過 這裡只能說 專業的厭屋人員真的是要身懷絕技 也難怪證照對於他們來說 只是基本的門檻哦 瑞覺得厭屋人員真的很辛苦 一場下來兩三個小時 全神灌注以外 還要格外的細心 以及吹毛求疵 因為啊 這是交屋前啊 幫屋主做的最後把關啦 簡單來說我們厭屋的流程 大概差不多一個半到兩個小時之間 那一般消費者比較容易遇到的問題 就是建商有時候會跟屋主說 我就只能給你一個小時去厭屋 啊這樣很容易 就是造成那個潑水時間濃縮 就沒辦法去厭的確實 所以我們都會再次提醒消費者 就是我們屋主 一定要跟建商要求 一定有辦法到一個半 甚至到兩個小時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哇好累哦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累耶 很累啊 厭屋真的不是人幹的 大家要觀察每個細節 然後每個角落 沒錯 我以為是很快速的 不可能啦 30分鐘就結束了 你給人家收錢 然後發現 零缺點 這說不貴吧 但是確實在厭的時候 你覺得沒事 厭完的時候才是有狀況 沒錯 沒錯真的 滲漏水是目前今天最大的一個問題 其實用肉眼很難看出來 而且有時候滲漏水啊 它不是短期內會發生的 對對對 有時候你住進來 可能3年後5年後才發生 對啊 因為你還是會有溫度啊 然後太陽曬的問題 所以就是要借助他們的專業引信嘛 你買過房子 你也驗過屋 那今天這個用過嗎 它有什麼比較過人之處 你們剛剛在忙的時候 我有跟他們裡面的師傅 大概聊了一下 師傅本身呢 他既有水電的執照 又有工地主任的執照 確實 他要懂的東西非常多 沒錯沒錯 有此見得啦 他絕對不是半湯耶 而且剛剛他有跟我講到說 整場燕屋結束了以後 他們是會跟客戶 就是大概有一個 比如差不多10到20分鐘的一個 配電上面的建議 有一次我就在我家 我在吹頭髮 我老婆還在廚房用烤箱 我不知道 啪一下賺電 跳電了 他們在這部分的話 電是他們的專業 所以他們燕完屋以後 還是會跟客戶 講解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說 你們家有多少的人 然後要配多少的電 這個是蠻重要的喔 算是這個蠻特別的喔 你會不會好奇 他們的薪水怎麼樣 我們今天就來邀請他們的 會計小姐 哈囉 妳們請 這邊這邊這邊 好 所以只要加入這個行業啊 多久能夠出師 多久其實是看自己驗的場次 如果你是有經驗的話 其實差不多10場就可以出師 喔 那其實會很快耶 但是你要相對要去考很多 相關證照對不對 相關證照 好 那成為一個師傅之後呢 他的薪資大概會落在多少 但也有分大小月啦 可是平均的話 6到8跑不掉 我覺得你保守了 你確定 有沒有可能多辛苦一點 多跑一點 一個月有到10幾20萬 有 是可以的對不對 對如果你可以帶頭 然後帶領這個工班出來 其實你一個月10萬是沒有問題的 哇這個行業真的是也很誘人耶 但是蠻辛苦的啦 是 因為他是需要很多經驗去累積的 那你有沒有要透過瑞的頻道 說些什麼呢 厭惡早相遇 上車喔 喜歡這一集的話 記得訂閱按讚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一見 大家掰掰 欸 老實家的問題很好跟滿足 那我上支影片不就跟你講過了 就是投資客最愛的那一集啊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